美俄共同合作 执行太空计划 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一切全变了调 俄罗斯联邦航太局局长 德明特里·罗格金 向那的发言 完全不给美国面子 原来为了回应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俄罗斯也下重手 钳制美国的太空事业 国内停止供应美国 俄国生产 适用于美国擎天神5号运载火箭的 RD180液态火箭发动机 以及安塔瑞斯4号运载火箭 所使用的一级推进器 RD181型液态火箭发动机 也不会对之前交付的发动机 继续维修 事实上美国与俄罗斯 因为地缘政治撕破脸 已经是冰冻三尺 之前美国制裁俄罗斯 多位太空领域专家 就引爆俄方反弹 除了借由停止供应技术设备 进行反制裁 俄罗斯甚至还把太空站上 美国和日本等制裁国家的国旗吐销 俄罗斯全面和美国在太空事业 撕破脸之际 却有人忧心中国可能趁时崛起 原来美俄太空合作拆火 可能会让欧洲太空总署 相关计划转向寻求第三方协助 中国又趁势发展崛起 恐怕又会对亚太情势 带来新一波的威胁 三尼新闻 卫人军报道